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知识分子在推动中国的社会变革当中所发挥的作用来进行讨论 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两位客人 一位是独立评论家 自由撰稿人刘晓竹先生 另一位是传统中国文化国际基金会的董事崇玉农女士 欢迎两位来到美国之音的节目 我们首先从这个问题开始 因为林小如先生您曾经说 好像这次零八宪章它的意义不同以往 但是我们看到类似的这种网上签名 提出各种各样要求政治改革等等的呼吁 近年来实际上是很多的 这次我们当目前为止大概好像有六千多人 包括海内外的人士在零八宪章上签名 但是以前甚至于可能有更多的人都签过类似的请愿呼吁等等 表达他们的政治主张 为什么这次跟以前您说好像意义不同以往呢 一个是大环境现在变了 就是说过去经济体制改革往前走 那么现在就是经济体制改革到了一定的阶段 政治体制必须改革 如果不改革的话 这个社会矛盾日益激化 所以这个大环境使知识分子有一种良心发现 这是在很多年来我们没有看到的 所以说以前 以前也听说过好像现在不改革不行了 因为中国现在所谓的改革开放三十年 但是经济改革被很多人认为有了相当长度的相当大的进展 但是在政治改革方面 这就像人的忍耐一样 忍耐是有限度的 我觉得现在已经到了一种极限 我们去年甚至于前年甚至于更早的时候也听说过 这种观点说好像现在已经到了极限了 唯一可能想象的 今年现在跟以前有所不同的 可能就是所谓的全球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 对 这还有就是说知识分子整体上有一些新的动向 这个动向就是说他们对于政治的参与 对于民间社会的呼声和官方的这种合作 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 我们不能说这个变化就是绝对的 就是好像是完全没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积累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然后到了一定的点的时候 它把这个它的主张系统化的 这可以说是一个中国政治民主转型的一个纲领 那在这在过去很多年是没有的 它也提出过自由民主人权这方面的诉求 但是像这样的纲领性的性质 这个社会的支持度在过去我觉得是没有一个 冲一彤女士 我觉得它这个开篇的时候 它可能就是有一些点题的地方 它为什么就是不是光光是一个网上的签名请愿和我们的意见 而是它作为一个零八宪章 它这个宪章呢 就是在一百周年这个中国立宪百年的时候 像你刚才说世界人权是六十周年的时候提出来的 并且呢就是刚才也像刘先生说的 它不光有基本理念在这儿 而且呢它有基本主张 这个主张呢它给它放在十九条的这个归纳性质的这种条文底下 现在是不是像李小柱先生刚才提到所谓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现在这个知识分子不管是对政局的看法啊 还是他们跟当局或者说跟民间各种各样的声音的互动之间 已经出现了一种所谓的质变啊 这个我倒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质变 就是但是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 就是就是到了这个经济发展飞速到这种程度之后吧 你的这个政治体制能滞后多久 什么时候需要就是做出比较重大的这种转型或者是改变的话 以来适应就是这种飞速发展的这个所谓经济增长 现在大部分知识分子认为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吗 政治上做出重大变革了吗 这个我反过来倒讲 反而我没觉得这个这个知识分子的这种势力 就是从议政到关心政治到怎么能非常有有有行动有计划的这个变到参与政治 甚至是以公开以这种平衡的影子形式的或者甚至是对立形式的这种独立政治力量 来来展现 这个我还没看到聚集到这种程度 就是我觉得还是一种疫症的这个阶段 我觉得可以这样看 就是说他是这个知识分子被整个社会的这个需求 或者老百姓的街头运动群体事件推动刺激的一个结果 并不是说知识分子变了 这个中国整个大形式变了 而是中国大形式变了 知识分子呢跟上来了 知识分子倒没倒 像刚才程云隆理事所说的 从这个疫症阶段到了好像跟政府公开对抗的这个阶段 比如说说到这点 我们这个看到很多报道 就是说有关在这个08县站上签名的人士 比如说包括刘晓竹 还有张祖化等等被警察带走啊 甚至于刘晓竹 刘晓竹对不起 刘晓竹甚至于到现在还不知道他的下落如何 就是说你采取这种08县章的这种方式啊 那肯定会跟政府发生一些冲突 但是现在中国政府或者说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是不是已经做好了准备 已经好像他们已经被迫到了这个地步来站出来 采取08县章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了呢 我觉得不是跟政府冲突 基本上这个县章的签名者很多都是体制内的人 过去做共产党的高官 他们不是要推翻共产党或者是要这个反对马克思主义 而是非常切合实际的 就是现在的这个体制 这种封网封嘴封消息 极左路线假大空忽悠老百姓 是维持不下去的 必须实实在在的做一些体制上的改变 然后来这个缓解社会矛盾 你所说体制内 就是说以前当过官的是不是 并不是说现在还在当官的 现在是有党的纪律 这个纪律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应该像零八宪章这样的事情 让大家公开来讨论 党内可以签名 党外可以签名 我觉得像温家宝也可以在这个宪章上签名 因为这里哪一条 这个不是共产党这个主张的 实际上这些都是共产党主张的 这些基本的原则也可以签名 也许是温家宝可以签名 但是我想问程云东 但是大部分中国人是知识分子 其实我们说六千多的话 可能中国知识分子的数量 少数 他们是不是已经完全认同零八宪章 所表达出来的这种理念 或者说这种方式了呢 这个我倒反过来想讲一个问题 就是知识分子 你如果把所有的读书人 都叫做知识分子的话 那个从古到今 我觉得知识分子 中国的知识分子 有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他一直是可以通过科举制度 参与到 直接参与到这个政治体制里边来 今天是平民百姓 明天中了局以后 或者中了状怨以后 入围